这次四川行程结束了 看 天是黑的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钟了 咱们这里啊 离机场也比较近了 上次在一边回家 哎呀 那起得更早 我记得好像都没睡 睡一两个小时就起了 接近目的地 咱们现在到机场了 天还没亮呢 现在是五点多 我进去了 哇 太快了 我现在先休息一下 睡一觉就到了 好 终于到了 回到咱们那家了 师亲 刚一回来 师亲就迎接我们在那里叫 又从四川的大山回到了江西大山 回家 喂师去点好吃的 老五在哪里叫啊 老五 老五在这里边吗 老五 呀 哎呀 太大声了 你怎么跑里边睡觉去了 多热呀 老四 老五 老五 哎呀 老五 老四 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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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五吃罐头了 来 真乖 我家老五从来不会伸爪的 也不会咬人 一回来看一下 满院子都是这个树叶 这里我们走的时候 下很大鱼刮很大房间 被猪蓝都差了 哎呦我天 这几天没在啊 猫咪在沙发上肯定是睡觉 好多猫猫 这剩了好多猫 我感觉像老五的猫 哎呀 这猫多少 这么多 一回来这里边落的都是树叶和龟 我这一还散散了一下 看一下那上面的 现在呢咱们准备做的换水 老五啊 哎呀 他会答应我 你看一下这上面做多少生意 哎呀我还好拿一个塑料给他盖住了 可黏人了 听听到吗 嗯 嗯 吃吃饭喽 好姐妹吃自己做的菜了 来开吃了 在农村有块地蒸好 回来没有菜 在地上沾点豌豆吃 嗯 嗯 又挺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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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们这个世家一直在溯源找好产品 在户外直播 我感觉收货是蛮大的 真的找到了很多产品 但是 在外边找货去卖啊 感觉身心皮肤有点出销了 然后 嗯 这次回来呢 在家里修整一段时间 就是养一养身体 因为我在外边有个习惯 你知道吗 我只要换定我睡不着觉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有的时候睡那么一点点时间 然后也在外边说实话 麦克风 也思考很多问题 压力特别的 嗯 嗯 我感觉喝酒没吃 自己做的菜 还是自己做的菜好吃 嗯 对 这样 这段时间呢 我都会在家里 咱们家的铁粉 有请来煮人家玩的 抓紧过来 像食尝 就给大家做了 嗯 我给你拿点鸡的 这样 嗯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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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